你好,我是匈奴人 毛泽东的床上治国时代 今天是毛泽东死去48周年纪念日 中共的媒体从各种角度对毛泽东的一生进行了评价 当然在习近平的鼓励下或者引导下 中共媒体对毛泽东的评价越来越高 而不像在邓小平、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时代 更不如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时候 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 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九一开了 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最后十年 有着明显的老年痴呆症 而且越来越严重 头五年的情况 实际上通过很多的毛泽东的电影都能看得出来 因为那时候毛泽东还经常出境 比如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他是不情愿的 因为到天安门广场上一站站几个钟头 对于他来说体力吃不消 他都是强大精神 那些视频显示毛泽东有明显的老年痴呆症 比如说作为一个活生轩被中国人民膜拜 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应该占有战相 但是他没有 他那种焦虑的那种神情体现在他的脸色和他的动作上面 他居然其他人都还能维持战就占有战相 只有他一个人走来走去 他甚至当林彪拿着这个稿子在发言的时候 他偷偷的走过去在后边看林彪稿子上写的是什么 讲老实话你立得太近了 很尴尬 立远了又看不见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一个动作呢 而且一个堂堂的伟大领袖居然去偷看他的副手的演讲稿 这不是太愚蠢了吗 再说他稿子里有什么事前都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呀 而且你稍微听听也就知道林彪会讲些什么 有没有给你原来批准的有误 就是那时候有误也不是能不到你来阻止也来不及阻止 对不对 所以由此看来毛泽东那是明显的焦虑症或者是老年痴呆症 但是毛泽东的十年痴呆症还有分成两个时期 就是前五年和后五年 前五年就是1966年刚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1年 然后后五年呢就是1971年到他七六年去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头五年呢毛泽东呢还有一股子干净 要搞文化大革命 实际上呢在1971年以后他就开始收摊子了 那时候呢就像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执政啊 就进入了历史上的垃圾时间 也就是说呢那时候毛泽东政权呢 政权呢实际上是处在弥留状态了 而且呢在他死前呢实际上就已经遭到了挑战 1976年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事务运动 就是公然挑战毛泽东的统治权威 虽然毛泽东呢靠调动民兵镇压 下去了那一场这个党内的叛乱 但是呢他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 因为那时候军队都已经准备好造反了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习近平能掌权 尽管呢他选择的这个接班人华国分 似乎表面上掌握了一系列权力 但是军队的军头呢普遍都认为呢 毛泽东的这个路线不行了 华国分也不行 所以说呢 那个邓小平尽管被毛泽东打倒过三次 到最后呢还能够卷土重来获取政权 1971年呢林彪事件之后呢 毛泽东呢实际上呢 大部分时间呢都躺在床上 因为那个时间对他的这个造成的打击非常大 他几乎呢就是大部分 就是他走一会哪怕起床吃点东西 都感觉到很累 要躺在床上 也就是说从那以后呢 他很少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参加会议了 我看过毛泽东武剑 在那时候呢他大概发了一个最高指示 就是说他不能够再参加会议了 政治局开会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了 那么毛泽东那时候呢就开始通过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呢 就是通过床上的这个性伙伴来治理中国 或者简称叫以床治国 因为那时候从那以后呢 1971年以后呢 中共的头目一般很少能够见到毛泽东了 就连周恩来有时候要等一天一夜 才能见毛泽东 也就是短短几分钟 赶到不知所措的毛泽东就挥挥手 周恩来就像小兔子一样赶紧的溜出去了 所以呢我们能看到一个明显的历史轨迹 也就是说呢在1971年以后呢 毛泽东的那些女人们纷纷走上了政治舞台 进入了权力中心 大家都知道北京市委书记一向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而毛泽东的一个小妾谢静怡居然去担任北京市委书记 他一方谢静怡那时候同时还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也就是说呢他几乎是全国学生领袖的这个传达人 因为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基本上呢如果要想动员学生去打倒谁 那么由谢静怡传达在清华大学 他以党委书记的这个名义 把这个学生领袖给召集在一起开个会 然后呢全国就会整齐话一的口号 比如说打倒刘少奇 打倒这个邓小平 打倒谁谁谁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口号就韩响了 然后呢全国的干部也都战战兢兢的想 哎呦这次没有打倒我 所以说呢不光是谢静怡 那时候呢毛泽东还有两个小妾 一个叫唐温生 一个叫王海荣 两个人本来都是他床上的小伙伴 最后都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尤其王海荣还是毛泽东的外甥女士 他的亲属 另外呢还有一个不太显眼 就是当时表面上没有担任职务的张玉芬 那是毛泽东的头号的这个爱妾 实际上那时候张玉芬呢几乎相当于皇贵妃 尤其是在这个右倾翻案分 把邓小平重新打下去之后呢 毛泽东呢几乎呢就是完全依赖 他的女人们了 因为那时候呢 他处在这个重度的老年痴呆症状态 后来毛泽东死了以后呢 张玉芬呢曾经披露了一份毛泽东的遗嘱 那个遗嘱里面确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单 那个名单常委只有五个人 而赫然在列的就是江青和张玉芬 也就是毛泽东呢不仅把他的老婆江青当成皇后 弄进了政治局常委会 甚至连他的小妾头子张玉芬也弄成了政治局常委 那时候张玉芬的地位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可以这么说 除了毛泽东 所有的人见到张玉芬都战战兢兢 就像周恩来 见到张玉芬都恨不得跪下来磕三个响头 在张玉芬面前都是战战兢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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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都不是那些人 实际上反而都是一些与毛泽东的身体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毛泽东到晚年的时候 只能依靠自己的感觉来治理中国了 所以说有人就讽刺到了 那时候毛泽东从中南海治理国家 变成了床上治理国家 既不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 也不是以他那时候鼓吹的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 更不是以道家思想治理国家 更不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来治理国家 而是纯粹从他在床上的感受 他觉得哪个女人 他感觉哪个女人在床上比较逊顺 他就授予他较大的权利 他就是完全到了以性伙伴治国的这种悲催的程度 尤其是在林彪事件之后 毛泽东就不再信任任何高干了 因为过去的毛泽东啊 周恩来那个那个林彪啊 周恩来都是他最信任的人 就是他认为呢 这些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自己 就是他把周恩来啊 林彪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干啊 都认为自己是自己豢养的小猫小狗 也就是说呢 对他唯命是从 叫他生就生 叫他死就死 怎么可能反抗呢 对不对 怎么有胆子反抗呢 所以林彪的反抗呢 给了他致命的打击 他本来已经是老年痴呆症了 那时候就更加严重了 所以那时候呢 他能够信任的在这个中共的圈子里面 就只剩下围绕他转悠的那几个女人了 或者说呢 因为那时候呢 他年龄大了 八十岁左右了 他也不能够接触更多的女孩子了 尽管中共实际上为他准备了 大概有二十万个宫女 那时候 毛泽东呢 在全国各地有几十座行宫 每个行宫里少着五百多则两千名美少女 都是各级省各委会主任精心挑选的 都是准备奉献贡献给毛泽东的 因为毛泽东呢 在当时在这个中共掌权者眼里面 简直就是活神圈 就是活佛 就是也就是说呢 他就是活着的这个真龙天子 所以呢 必须要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给他 那当然美少女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中国也不出两遍的 中国自古以来 除了这个生物性的出产美少女以外 那就是说黄金珠宝 那些东西对毛泽东来说 没什么价值 因为毛泽东 所有的天下都是他的 中国呢 表面上是人民拥有国家 但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 一直都是天子拥有国家 你只要把天子换成人民 就能够理解毛泽东共产党 做所为的一切了 但是呢 这个体制呢 毛泽东呢 可以这么说 就像有人说的 毛泽东对这个世界最大贡献 就是他在76年那年死了 如果他不死的话呢 中国真的是乱了套了 随时可能再饿死上亿人 甚至饿死几亿人 因为那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毛泽东的时候呢 尽管已经吹吹死亡 头脑完全糊涂了 完全依靠几个女人 但是呢 他发一个指示呢 全国人民就只有顺从 只有服从 因为中国这个民众呢 是这个地球上最奇葩的民众 就是说呢 他没有自我反抗能力 你比如说 比如说普通的中国人民 没有任何劫色反抗的能力了 这些能力呢 都在过去几千年内 被中国的文化制度 都给彻底铲除了 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都是琢磨着 让人民永远不能反抗 所以说呢 治理中国呢 就考虑到一条 就是把任何反抗的萌芽 都消灭掉 我们都知道 美国呢 是邪教的大本营 全世界如果说邪教以后 一万种的话 至少一千种 甚至两千种都在美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美国他崇尚自由 所有人都可以 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成 但是这些邪教 没有危害美国 像摩门教被视为邪教 现在都是视为政教 因为很多 自由的观念 自由的思想呢 你看美国 为什么能用那么多 创造发明呢 他们都是一些 异想天开的人 而中国呢 就把这些人 自古以来给灭绝的干干净净 所以中国几千年 没有什么进步 同样呢 人民被剥夺了 这种劫色能力以后的 自主之能力以后呢 他就无力反抗 任何一个独裁者 也就是说呢 像习近平这种猪 统治中国 也没问题 因为中国人民 没有能力反抗 因为中国人民的反抗能力 早就被剥夺了 像我这样的反抗者 只能一次一次的 被弄进监狱 遭受折磨 最后 给你折磨的快死了 我也是因为幸运 才能够再次来到美国 否则的话呢 我在中国已经死了 或者死在监狱的某个角落里 默默无闻 中国它就是这么一个 残忍的国家 就自古以来都是这么一个 残忍的体系 残忍的社会 所以说呢 那时候的七亿中国人民呢 只能忍受毛泽东的无限揉力 就像现在中国14亿人呢 也不得不忍受习近平的揉力 习近平如果明天下令 说给我打台湾 打不下来 现在不是200多万解放军吗 加上武警400万吗 再给我征兵1000万 那马上就征兵1000万 送到台湾海峡去 就是被打死 或者饿死 或者病死 然后呢 习近平一看不行了 说我再征兵2000万 然后呢 他能陆陆续续的 把一亿甚至两亿的中国男人 都送到死亡线上 谁也不敢违反他 就是说呢 你只能找机会逃走 找机会投降 除此以外 你没有什么反抗能力 因为稍微 你有点反抗的念头 你跟周围的人一说 周围的人马上就汇报上去 马上就把你当成反革命分子 就地就给你正法了 这就是中国 所以说呢 这个纪念毛泽东呢 我们就是主要是要纪念中国传统 中国文化 这个实际上也导致了最后的 中国的人的基因 基因呢 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很多人认为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其实全世界人都不一样 你看英国人跟法国人是邻居吧 就那么西欧 那么一点大 他从来都不一样 法国人跟瑞士人也不一样 瑞士人跟德国人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边境线 相隔 他就是不一样 基因的差异呢 就像这个生物的品种一样 他有多样性 他有不同的特征 而中国人呢 是最具鲜明的特征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几千年来 他的自由的基因 比如说中国人 从某种意义上呢 就像狼呢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狗和狼 原来都是同一种动物 但是呢 狼被捉住 然后加以驯化 就演变成了狗 当然有人会抬杠说了 那狗不也挺好吗 狗也挺文顺 这也就是中国人 不像黑人那样 富于反抗 也不像这个穆斯林那样 故意执着自己的宗教理念 也不像印度教徒那样 中国人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人呢 在抱着面前呢 极确就像狗一样温顺 因为否则不给他食物 就把他宰了 所以中国人呢 养成了这种习性 但是呢 中国人还有另外一种 这个凶残性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狗子 对他的主人好 对于其他人 都是恨不得上去 就咬你几口 把你活活咬死 比如说这里 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呢 就能够证明了 中国人的这种两面性 就是呢 当狼狈 训成了狗以后呢 他有温顺的一面 有驯服的一面 但他也有残忍的一面 我们知道 这个狗见到 其他人都是想咬的 你比如山东 最近有一个 六年级的小学生 居然被学校的同学们 拿锥子 在身上扎了 两百多个孔 而且呢 常年累月 受到恐吓 侮辱 强迫和不明液体 甚至被迫把铅笔 吃到肚子里面 经常被打耳光 而且呢 多次遭到勒索 两百块 四百块钱 长期非人折磨 种种手段 贺人听闻 而且呢 始终威胁他 不准告诉家长 所以弄的呢 他家长都不知道 学校当然知道的 同学们都知道 一个班呢 五六十个同学都看到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学校里面 学生对另一个学生 施暴 那都是在公众 强课下 施暴 他不可能说 等到其他同学都不在的时候 就对他一个人施暴 而且呢 是多位同学呢 能翻或者一起 向这个小女孩 施暴 一个六年级 十二岁的小女孩 而且呢 学校老师也知道 学校老师 甚至政府都包庇 那些坏学生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坏学生送红包 那些坏学生 家里面父母有社会地位 比如说是警察呀 公务员呀 或者呢 是其他呢 这个社会恶霸呀 等等 总而言之呢 小女孩呢 就成了学校默认的牺牲品 实际上这样的牺牲品 在中国比比皆是 某种意义上 中国99%的人 都像这个小女孩一样 只要有人 需要欺负你的时候 你就只能逆来顺受 而且呢 这还是一间私立学校 每年学费呢 要七万多 现在呢 这个家长知道了 这个事情闹得那么大了 家长要求给孩子退学 要求学校赔偿审视 就去学校拒绝 这个家长甚至呢 卑微到 说你把这两年的学费 退给我吧 我们孩子到你这学校 上了两年 就几乎是受了两年的折磨苦难啊 你把这两年的学费退给我 学校都不同意 你想想这个学校 它的背后呢 当然就是政府 就是山东省委 这个山东省 这个几百万共产党员 干部 这个党政军等等 就是这些势力 或者是整个山东人民 山东将近一亿人口 这一亿人民呢 就是那些暴徒学生的后裔 所以说呢 有人就 我就觉得奇怪了 因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去的 那几十个同学肯定会有一个 两个三个有正义感的 就是芝麻有个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人有正义感吧 回去跟家的人说说 你看谁谁谁那几个同学老是用锥子追一个小女孩都疼得要死 那个锥子追到一个小孩子身上 那是什么感觉呀 大人 任何人都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啊 对不对 而且追了两百多 你想想就长年累月的追 简直呢 就是说呢 就是他就是酷刑的受害者 但是呢 周围的同学呢 没有一个有正义感的 大家都幸灾乐祸 都觉得呢 哎呀 这有什么呢 大家呢 甚至感到挺高兴 你看有人比我混得还惨 有人天天受苦 受折磨 受酷刑 这对我心里很高兴 而且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当地的司法机关呢 到现在为止都不介入 拒绝介入 说这个学校交给学校处理 你知道这样的刑法 如果别说 只要出了中国国境 那就是不得了 你看菲律宾出现了这样的这个几个孩子 结果那几个孩子都被判处这个无期徒刑 然后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要在美国的话呢 学校恐怕得赔偿至少一亿美元啊 你上你这个私立学校彻底破产 让你所有的学校董事会成员都彻底破产 你怎么能够长期的虐待一个孩子 因为这个行动呢 比任何课程 任何教材都更生动的教育其他孩子 因为这个呢 就是告诉其他孩子 你们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你们生活在一个残酷的世界 你们生活在一个动物世界 你们生活在一个野兽世界 所以说呢 你要想不被锥子扎 你就只有去做一头野兽 所以中国社会呢 是培养大量张献忠 杀人放火 吃人肉的那么一个社会 而且呢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也就是说呢 你要想在中国生存下去 你就得要想方设法 做一头凶狠的狡诈的野兽 否则的话呢 你就只能像那个小女孩那样 天天被针扎的这个痛苦不堪